镜头前,这两只正在悠闲晒太阳的雪豹来自西宁野生动物园,一只叫大豹,一只叫傲雪,而在笼舍里忙碌的这名小姐姐名叫王璐,就是她细心照顾了这两只雪豹两年。 26岁的王璐,2016年进入西宁野生动物园门树区工作,一年后因为工作认真,心思细腻,正式成为了雪豹馆的主管饲养员。 作为一名年轻女孩,她每天起床第一件事不是梳妆打扮,而是首先查看监控视频,检查两只雪豹的身体状况,以及她们的笼舍是否完好无损。 然后打开活动场闸门,放她俩出去玩耍,之后要一个人打扫雪豹活动场和笼舍,细心地准备她们当天的饮食。 王璐说,由于雪豹胆小怕生,所以除了饲养员,谁都不可以进入笼舍。 三岁的奥雪是个漂亮的小姑娘,而19岁的大豹是个沉稳的老爷爷。 通过两年的朝夕相处,爷孙俩与她分外亲热。 虽然隔着玻璃,但是他们俩每天都会对着网路做出想要摸摸头和拍爪子等亲密举动。 心情特别好的时候,还会和在场馆外的网路追逐玩耍。 有的时候的话,她会轻轻地在我们这个笼舍的门上进行蹭,也算是一种亲密的表现。 我是挺开心的,但是又有的时候要注意安全。 虽然她很可爱,就是很想去近距离地接触她,但是也一定要安全第一。 对于自己的工作,王璐听到最多的评价是酷。 但她却认为,雪豹饲养员没有性别之分。 只要真心喜欢这个职业,以安全第一的原则做好本职工作,谁都能胜任。 其实好多人的印象中觉得女生干这个行业可能会觉得很危险。 咱们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,女生她的一个细心啊,或者她的一个负责任度,其实要远远超过咱们的一些男生。 王璐说,今后除了更好的照顾奥雪和大豹,让他们健康快乐的生活以外,她还要继续提升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,照顾好更多的野生动物。 我在咱们悉尼野生动物园承担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兽医嘛,但是要做好兽医工作的话,首先还是要在一线的岗位上进行磨练,只有你把这个动物熟悉了,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治好它的病。